大家收信起來一定會收到這則就是5月8條款 所以我們5月8要更新了 就是要重新跟他Uber簽約 他樂樂等總共會有17張 這是第1張 那這17張 看看還是有看沒有懂 然後最主要的是沒有簽沒有辦法上限 那差不多跟以前這幾條 那是因為政府也不太管這個 因為很多4月的人跑當外送人 所以我們的失業率會降低 所以他趕在那個公會之前說要修改這個 哇有沒有辦法 這個重點就是要繼續跑就要簽 不簽不能繼續跑 是一種強迫的 就是說你沒有簽就不會跑 簽了才能跑 所以是一種蠻強迫的 重點就是按同意可以上限 不同意不能跑 以前就這樣 以前我們簽過一次也是這樣 這就是跟Uber合作的方式就是 要跑就簽 不跑就不簽 這樣而已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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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